所以人不懂得孝顺父母 不知道尊敬思长 不尊重你所学的课程 你是一无所得 再好的老师都不行 都没法子教你 这是恢复传统教学的困难之处在 就是现在人从小就放逸了 习惯成自然 没有规矩了 中国古时候教学 从小就学规矩 做有做得像 站有站得像 从小就要受 应该的约束 怎么可以随便 怎么可以 没有上下 没有规矩 所以弟子规 那是规矩 什么时候教的 小孩一出神 他眼睛张开了 他就会看 他耳朵竖起来 他会听 虽然他不会说话 他已经在插阴观色 已经在学习了 所以中国古人家 叫儿 英海 不是小孩 英海 刚刚出生 砸根教育 是一千天 就是三年 从出生到三岁 这个三年 这个三年 砸下来的根 古艳于 有一句话说 三岁 看八十 这个砸根教育 砸得好 八十岁 不会变 所以弟子规 不是叫小朋友念的 是父母 在小朋友面前 做出来给他看 完全是深教啊 父母 你看他怎样孝顺 他的父母 小孩都看回了 将来长大 就会孝顺父母 所以父母 家人 在小孩面前 一定要手里 要规规矩矩 为什么 他在学习 决定不能让他看到 负面 听到负面 不可以 他看到的 听到的 接触到的 全是证明的 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 从小 小孩一睁眼睛 他看到 听到 接触到 全是负面 现在父母 忙着自己事情 没有时间 叫儿女 儿女叫个谁呢 叫个佣人 佣人叫他些什么 佣人怕他吵 怕他闹 喜欢什么就给什么 让他吃好吃的 玩好玩的 叫他看电视 电视看上影了 佣人可高兴了 为什么神思 不操心了 看到那些东西 暴力色情 杀到淫妄 全学会了 所以现在 父母 老是叫着 儿女不好叫 老师也是叫着 学生不好叫 在过去 这父母跟老师 好像没听说 说出这种话的 哪有这种道理呢 这是现在 社会形成的 古时候的社会 是以读书名利 为第一 现在不是 现在社会 是哪个人 钱多是低 所以不择手段 去夺取财富 利是人之逼真 这世界还会有和平 还会有安定 不可能 所以竞争这两个字 还是人 在那儿 在那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